在山京幽闭的环境之下 所有社区人材大家回到工心拍照 要以去地方当社区做案例 来找出社区主管 任后上市并分行讨论 这些主管应该要如何进行有好的开发 工作坊的方式进行当中 其实除了让他们认识我们南投县 东光这个地方很美之外 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 透过这样的一个工作坊的一个带领 日后他们回到他们自己的社区 可以号召社区里面的干部跟 有兴趣来做社区营造的这样子的一个朋友 可以透过这样的方法找出他们自己 社区里面哪里很美 哪里需要改进 然后透过这一些方式 我们如何把我们的社区带向未来 有着让社区每年都能当国更进步 三星星的創意和主管来出现行销社区 国库文化教每年都要邀请专业的社区 迎做老师 前来给社区认识的上课 今年优优过期无限的上课对中 让参加学员都感觉收起了很多 那就变成不是像一般我们在培训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来到这个地方 就是培训就大家都是上课 上完课之后导览参观就这样结束 至少我们先来这个地方 大家一起呢 为这个社区组梦 然后每个人学到这套工具跟方法之后 他们也可以回到他们的社区去呢 为他们的社区做 同样做这种方式操作来组梦 来到这边就发现 其实社区里面有很多的东西 是需要透过漫游的方式去找出来 甚至是空间的运用 以及产业的结合 那最后希望就是 对我来说带回社区里 是希望可以让社区里面 也透过这种工作坊的模式 去复制出属于自己社区里的特色 所以它一个自然生态区里面 把它的问题跟要解决的课题 全部把它列出来 社区营造最大的元素 就是人景地产 不管是来自当林社区 北京社区 或是住了山顶社区的人材 大家一起去党工社区为主角 找出主观改革问题 和这次新办外党的党工社区 是感觉特别有意义 聘请了一些老师 以及我们来自我们全县 各个顶尖社区的一个先进 来帮我们诊断我们社区的问题 来发掘我们的问题 然后来解决我们的问题 能够来我们重新的打造我们社区 让我们社区能够有一个 崭新的一个一面 我们非常也欢迎 各界能够来到我们社区 来看看我们 也因为有这些社区基民 跟前面的这些参议 以及追求进步 难道观的社区发展 跟社区做运动 这样也等一年 比一年还有看头 有外列 记者 杨茜茜 猜风报道